下一位,我們請省委員智慧執行巡討時間30分鐘 梁耀忠 我們蘇院長以及行政院蘇院長 請行政院蘇院長 及法務部長一起,免得待會又要浪費我的時間 會等他們上台,你講話才開始處理 謝謝院長 委員,你好 我想請教你,你知道台灣有新傷害,你知不知道 新的傷害,周除傷害的新傷害,你知道嗎 我讓你看一下,新的傷害 咦,我的助理,你知道新的傷害就是酒駕,肇事,致死,這遺憾 你看我們大家人神共憤吧 虐童致死,大家有沒有很生氣,也人神共憤 第三害就是隨機殺人致死,大家很恐怖很恐怖 所以這是新傷害 臺灣這傷害是人民心中的大患 所以我想來今天請教於院長的就是 對這些新傷害 你贊不贊成用法治,修法,來周延,來產生嚇阻 來做一個對人民的生命的安全做個保障 你贊成嗎 贊成 就相關的配套 對 好,我今天就是提相關的配套來跟你談 那院長你看一個影片 這個影片也很精彩,在你說的吧 酒駕 酒駕是一個女儀式,等同故意殺人 同意嗎 這個殺人 這個情況是,是大家 我想社會上已經有這樣的一個輿論的共識 我覺得這個方面在立法上面 適當的來反應 如果本期這樣來修法,你會反對嗎 基本上只要能夠遏止酒駕 甚至酒駕撞死人 任何的法律或任何的措施 法務部都是支持的 院長,我告訴你 我現在為這個周延提了非常多的法案 前前總總,以及未來要提的法案 這個將近十個案子 但是現在很多案子不是沒有被拿出來審查 在司法文言沒有被拿出來審查 就是被保留 以及未來我要提出來的法案 我想我要先知道行政院的立場 可能未來有利於司法的一個修法 所以我想請教你 有關於刑法185條之三的條文 本系已經提到司法法治委員會 也就是酒駕再犯者 造勢致死 應該最高刑責提到無期徒刑死刑 院長你贊成嗎 我們正在就修法的草案 最後最後的這個定奪後會送貴宴 我都支持我們行政院會送來的行政院版本 請貴宴支持 好就是因為這樣子 是不是我在立法院的這個司法委員會 所以刑法審到185條之三 我這個法案說 就是我們司法委員會的民進黨籍的兩位召集委員 都沒有把它排入 是你擋下來的還是法務部擋下來的 有必要嗎 這個行政院長沒有那麼大權力去擋立法院的立法進度 如果有的話我就拜託立法進度快一點 是就是院長我要請教你 因為同樣在審刑法 因為我從後到尾沒有離開審刑法 各個法條我坐在那邊審奇怪 就是185條之三 趙紀委沒有把它拿出來 在法案法條當中來審理 是因為要等你們行政院的版本嗎 部長你打好了 李部長你打好了 跟委員報告 我們法務部應該把條文擬好 我們已經完成了 而且送到行政院在審查 好那我問院長 行政院也非常的密集在審查 那院長你什麼時候會把這個條文 刑法185條之三跟我同樣的法案 可能雷同的法案沒有關係 你什麼時候會送到立法院 現在都會盡快審查盡快審查完軍後 通過院會一定快快送到貴院 然後貴院應該會病案審查 好我同意 我希望你盡快兩個禮拜之內送的進來嗎 你都已經到院會 都有到行政院 法務部已經送到行政院來 行政院也審查過一次 政務委員審查過一次 因為現在最後 法務部送到院會來 會有政務委員 主政的政務委員 會審酌整個情況 然後通過院會後 就送貴院 好院長我是回國立委 你是回國院長 我們都很清楚 我們簡答好了 我要跟您提一下 如果你們禁述通過之後 這樣的案子進到立法院來 朝野的修法的方向大致雷同 我們可不可以同意 禁服惡毒 加速立法 本會會期通過 讓人民宣示 救駕是玲瓏人 你同意嗎 這個貴院的立法院的審查 進度操作 我行政院長不宜智慧 我當然你會知道 對不起 跟你的名詞 沒關係 聲音相近 你也做過委員 那我沒關係 我在這裡 我也在這裡 正式的呼籲 我們行政院 加速 能夠在一個禮拜 最快 或兩個禮拜之內 把這樣的提案 這樣的法案 送進立法院 也在這裡要呼籲 民進黨的黨團 我們立法院的院長 在這裡 我們希望能夠加速 這個酒駕刑法立法 能夠盡速禁服惡毒 加速 在本會期完成立法 你樂觀其成嗎 我們樂觀其成 好 那還有我想 酒駕要 官員要當榜樣 你贊不贊成 官員 官員跟明代要當榜案 就是不可以再犯 酒駕你贊成嗎 官員跟明代是公務員 或者是公眾人物 應該做社會的好的示範 榜樣對不對 對 你看嘛 你跟我的答案標準一樣的 所以我最近要提出 五項法律案的修法 我更正在連署當中 就是 行政院組織法第五條 第十二條 地方制度法第二十六條 五十五條 五十六 五十七五十八條 公務人員申簽法 以及公務人員懲戒法 公務人員懲戒法 公務人員懲戒罷免法 我的立法的意旨 就是我來請教院長 請問 這個院長 我們向酒駕者宣戰 政府官員明代率先做起 這樣的立場 你支持嗎 要 要 對 那簡答三題 我立法的這五項法案裡面 歸中起來是三個問題 就是你認同 還是你要不要支持 中央級地方首長 一級主管機要人員 只要有酒駕紀錄者 不得任職 你同意嗎 我不同意 好 那公務人員犯酒駕者 從現在立法通過以後犯酒駕者 要立法懲戒 要回到公務人懲戒法 必須要懲戒 你同意嗎 懲戒是應該的 現在 現在在換 應該有 怎麼樣懲戒程序 是應該的 不然現在立法裡面沒有嗎 你同意嗎 現在法案 現在法律裡面 沒有跟針對酒駕來對公務人員懲戒 我們在公務人員懲戒法裡面 立法說 從今而後 你公務人員再有喝酒的酒駕 對不起 要送公務人員懲戒委員會 你要懲戒 是列為法制裡面的 你同意嗎 這個如果過宴立法 我都尊重 都同意 再下來就是 公務人員 今後如果再喝酒抓到的話 不得升遷 是今後不是以前 不向前追 就是今後 如果再有公務人員喝酒的話 不得升遷 這比其他國家 就是盡情咔嚓 這樣已經好很多了 你同意嗎 如果都不得升遷 一輩子這樣 有些時候 刑法的妥當性 我們學法律的 這不是刑法 這是公務人員 升遷 這個條例裡面 這不是刑法 我剛跟你提的一件 罰是罰者的罰 對 這是罰 刑跟罰 那個是剛講的是 刑法的修法 我現在提的是 公務人員 我剛才講的兩個字 刑法 不是法律的法 刑跟罰 我們不拖延時間 你不贊成 對今後的公務人員 如果喝酒的話 被抓到的話 你不贊成 他們以後就不得升遷 也就是 他繼續升遷還可以 你同意 是不是 應該 是應該適當處罰 這個你剛剛的宣誓就沒用 那不是 一輩子 他都不能升遷 這樣 一個人一次這樣子 一輩子不行 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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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聽我講 你聽我解釋 我看我怎麼樣 來跟你解釋清楚 我不是追究過去 而是公務人員 從今而後 這是行政院 向酒駕者宣戰 就是今後 連公務人員再有酒駕者 那麼 一輩子不可以升遷 那這樣的話 公務人員就想 我要升遷的話 我是不是就 喝酒不開車 開車不喝酒 這是一個宣誓性的作用 這樣立於法裡面 你反對 那麼你是支持公務人員 喝酒開車囉 不是 這兩回事囉 還是一回事啊 這很重要嘛 那個 你學法還知道一件事情 院長你學法應該知道一件事情 立法 就是作為政府的政策的準則 政府的政策的宣誓 可以用法律定制 那你怕 以後不能升遷 你就不要喝 是不是 這個態度問題 委員 法是貴在可行 你認為公務人員喝酒 以後立了法 公務人員會繼續喝酒 所以你罰他不得升遷 是不可行 那院長 這個態度上很嚴重喔 委員 你是說 一輩子 我是認為 一輩子 我不是講他之前 我不是講他之前 我說我立了法以後 我講很清楚 他立了法以後 趕再喝酒 對不起 抓到的人 就在公務人員懲戒條例裡面 申籤條例裡面 一個懲戒 一個不得再申籤 這就是一個政府的宣策 那個宣導的政策 就是我們 喝酒不開車 開車不喝酒 公務人員 從公務人員 以身做起 所以你必須法律定制 不能用喊口號 院長 我們真的 你的年紀跟我的年紀 我們都回鍋了 我們不需要喊口號 我們這裡沒有藍綠問題 就是 你要不要對這個酒駕者宣戰 所以我是跟你講 這個事情就是公務人員做表率 你當然要法律定制啊 不然你怎麼做表率 酒我造和無所謂 是不是 不是 當然不是啊 所以我想院長 你好好回去考慮吧 我們不要在這裡糾纏了 你回去再思考思考 因為這法律案沒有提進 我正在連署當中 而且這些 這些立法裡面 還有包括 這個中央 就是以後 明代 從中央到地方 首長及明代 如果喝酒者 不得參選 不是喝酒 如果有酒駕者 不得參選 你贊成嗎 有酒駕紀錄者 這個超標紀錄 不是說沒有超標 有超標紀錄者 不得參選 這個要看整個情形 如果酒駕被查到 洋洋傻傻這裡有啊 各政黨都有 不是只有我國民黨 或你民進黨 我跟你講 這是一個態度問題 今天你做表率人 如果你酒駕 我都還可以參選民選首長 或民選 或中央或地方的明代 那這樣是不是明代 率先違法 王子犯法 與庶民不同罪 是不是這樣子的說法 我自己不喝酒啦 我也很反對 我也很 很認為 酒駕應該重罰 尤其是雷犯六 或者智商王等 但 如果說 一個人一次酒駕 他一輩子都不能 升圈 一輩子都不能 參與選舉 服務公子等 我覺得 一次犯罪 終身處罰 有些時候 罪與罰之間的 妥當性 我們也要考慮 院長 一個人 被撞死 或是好幾個人同案子被撞死 不是只有死一個人 不不 是連他 我告訴你院長 我會立這個法 我很痛心 有些 有些這個 被害者家屬 他們是活不下去想自殺 你知道嗎 聽得讓人心酸 我還要去做心理諮商師 去安慰他 我跟他講 你等我 你等我 等我把這個法案修法完成 去你兒子面前上香 完成立法 不要讓 不要讓以後再有人這樣子 因此而 把命都沒了 我是安慰他們 院長 這是態度問題 這是我們一個為政者的態度 一個為人首長 一個為人民代的態度 如果連這個態度都不行的話 你還有什麼酒駕零容忍 教授 這樣子兩手一攤 態度我是很堅定的 但 態度的堅定 絕對不是口號 我們是民主法治國家 繩之以法 這句話你聽 你應該聽 你應該了解 繩之以法 什麼叫繩之以法 就是要立法 我們立法委員就是要立法 然後用法治來管理我們的國家 管理我們的社會 管理我們的人民 管理我們的酒駕 而不是用口號說 酒駕零容忍 結果呢 法治有漏洞 我們對工人員都不能夠 好好的規範 我們對中央明代跟地方 及中央的首長都不能規範 那麼 我們酒駕零容忍 就是有空隙 就是還有空缺 就是還有可以容忍的地方嘛 就是這樣子嘛 是不是 我們要做人民的表率 明代跟政府官員 就是人民的表率 很清楚 因為我在這裡 就是跟院長討論一個 所謂人權的觀念 我要跟院長講一件事情 人權是保護好人的人權 百分之九十九的 百分之九十九點的好人的人權 絕對也不是保障了百分之一 或是萬分之一的換人人權 但我們立法常在喊 人權人權 保障那個被害者的 加害者的人權 保護壞人的人權 錯誤了 我們憲法保護人民的生命安全 是保護多數不犯法的 或是多數被害者的人 以及他的家屬 這是個立法精神 院長你再三思 不用再回答 我已經知道你的立場了 好 我再來一個酒駕連坐法 來看一個圖 這個酒駕連坐法 跟酒駕代價制度 也是個配套措施 目前我還沒有提出修法 這個你看日本的酒駕 2002年到2008年 這個酒駕的曲線圖看得出來 日本實施了連坐法之後 他們國內的因為酒駕造勢致死 降了七成 降了七成 這就是酒駕連坐法的效率 不只日本 我也查過了歐洲 國家 很多國家都已經在開始 就是酒駕問題是世界的通病 不是只有台灣 各國都有酒商 各國都有人愛喝酒 這個是自古以來就是 所以酒駕連坐法的立法 院長你贊成嗎 朝這方向來走 你贊成嗎 可以 另外一個就是酒駕代價制度 因為我們喝酒不開車 開車不喝酒 但是我們現在台灣 已經有自己在實施 自己自我在實施 克制自己 找人代價 但是我們知道代價 現在在討論議題就是 代價是不是應該要法制化 也就是誰有代價徵兆 譬如說你有債犯率很高的人 而有這種前客人是不是不可以來作為代價者 是不是代價應該有個制度 應該是不是應該抄立法方向 給予代價一個制度的制度性的管理 你贊成嗎 這都尊重貴院的立法 我拿了法案出來 到時候你行政院沒有對岸 我還是立不了法 所以院長 我們都回鍋的人 講話講三個 你如果贊成 你們就可以提出對岸 我也可以提出相對岸 我才不會被你們擋掉 我們內行人就不要講外行話了好不好 院長你贊成嗎 這個是為人民來講的 對不對 是不是你贊成 連做法 那還有對隨機殺人 實在是人神共憤 小燈泡才幾歲 跟他媽媽出去 咔嚓頭就被砍掉了 然後最後呢 這個人卻是用精杖逃過一死 甚至有其他的加害者殺人者 他說台灣殺死一兩個人也不會死 就算判死刑也不會死 所以他就殺殺殺 所以殺人變成一個泄憤的工具 甚至是這樣子 所以院長我想在刑法修法 來對這個隨機殺人 我們立法院現在已經有人修了 我本來盡量想修這個法 我在上次審查刑法的時候 就有立委已經提案 隨機殺人 殺人致死應該判處死刑 這個條文被保留要協商 院長你支持這樣的立法方向嗎 這個刑法已經行之有年 沒有沒有這條條文 院長李部長你們法務部在場嗎 這條被保留協商 就是隨機殺人致死應該判處死刑 這個條文 目前在保留協商中 我們刑法那天修法 我從頭到尾兩三次的委員會 我都參加 這條被保留 隨機殺人致死 隨機殺人致死 他不是說現在沒有法可以來處罰 我要跟部長說的跟院長提的就是 隨機殺人致死 為什麼要立法給予死刑 就是不要再用金帳來逃避死刑 我要講白就是這樣子 我立這個法 我跟你講破了 我立法的用意就在這裡 我講白了 隨機殺人致死 生命何辜 當然是殺人者長命啊 這自古截律啊 司法是維繫人民公平爭議 生命安全的最後一道防線 所以我來問你們 是這個態度問題 殺人者 隨機殺人者 致死 這個人是不是該判死刑 是不是應該 這個委員 院長 這個事情是一個觀念性的問題 對不對 委員 被殺者何辜啊 刑法271條 明白規定殺人者處死刑 無期徒刑或死內以上有期徒刑 這個法條明明白白很清楚 但法條有限 犯罪情結萬千 包括殺人情結萬千 你很難用法律條文是規定 這種殺人 那種殺人 什麼殺人 你很難歸彎 院長 所以是法官良行的問題 法官認識用法 事情的事 認識用法 法官審卓 所以 反而委員 你要呼籲法官 眾判 呼籲法官 迅速判決 而不是立法 你立法很難歸彎 院長 你現在講出的重點 你也同意法官眾判 我就是過年期間 跟了許多的法官 現任法官 也有一些退休的法官 甚至退休的檢察官 現任檢察官 我們在聊天 談了兩三次 最後我們在談一件事情 現在法院的心態 大家盡量不判死刑 所以呢 你如果明定隨機殺人 向鄭傑殺人 向小燈泡頭被砍了 這種人神共憤的事情 毫無恩怨的小孩子下手就咔嚓一刀 就割喉致死 這是很殘忍的事情 類似這種案子 如果你沒有在刑法上明確定義 他就用各式各樣 如果有意要虛意殺人 就用金賬的方式逃掉於死 判無期徒刑 或者犯後故意裝了要死不活的 哭哭啼啼的說 他有悔意 所以法官又容忍他不死 那請問誰容忍 誰同情這個被殺死的人 以及他的家屬的痛苦呢 他的生命權是誰保護呢 司法的正義是保護這個咔嚓殺人者 還是保護這個被殺人的人 這是我們立法要思考 所以法官告訴我 你就乾脆修法 不然有些法官就是判不下去 死刑判不下去 可是你就是縱容人家說 那些想要殺人說 哎呀我就是要殺人之前 先去看看精神病病科 精神科醫生看兩三次 然後到時候證明說我有金賬 然後就逃過一死 你們的次長在巡達的時候也提 金賬沒有一定規範 也不嚴格 所以現在逃死的最好方法就是金賬 所以只有一個方法 立法 告訴人民 人民的生命是一樣等值的 沒有人可以被另外一個人 無緣無故取掉他的生命 這就是殺人者長命的精神 這就是司法公正正義 最後人民一道一個安全的一道一道最後一道防線 所以部長院長 我的說法是這樣子 我看你們不知道怎麼回答 還是說你們贊成 因為這條條文被保留 院長你支持 如果這個條文將來在審查的時候 我們會大家再繼續的溝通 好 那我再問你 虐童致死 該不該判處死刑 對一個 對十二歲 所謂虐童是十二歲以下 這些孩童是沒有反抗能力 十二歲以下的孩童 虐童致死 該不該判處死刑 因為本席的法案也被保留 我都認為這都是人神共憤的事 對 而且應該要重判 應該要迅速判這樣 對 那至於判到什麼刑度 你院長不便表示意見 還是你支持我的法案 不是 這個如果是像說這種 什麼隨機殺人 內同 殺人 等都非常可惡 真的 這個法律都有可以適用的 所以還請法官都重判 但是我因為 就這種事情 我表示態度就是 好 你表示態度可以了 我們再看 100年到107年的死刑執行情形 你看到這個表格裡面 有這個 100年到101年 唉 少了一個人 103年到104年少一個人 什麼意思 就是關到死了 關到死了 難道我們這些 已經被判死刑定驗的人 我們要關到他死為止嗎 我們為什麼不去執行死刑 我們也看看 往前看 104年之前 104年之前 我們都還是 有至少一成多以上的 處決死刑犯 可是這些死刑犯 我們有 我們台灣人的納稅人的錢 很多勞工辛苦的辛苦錢 一滴一滴的辛苦錢 需要養這種殺人犯嗎 繼續養下去嗎 為什麼我們 不把殺人犯 盡速處決呢 我們到現在 民進黨執政到現在 才處決過一人 去年才處決過一人 部長你為什麼不執行呢 是你簽不下去 還是這些人 還最有可原的 我們再原諒他 讓他多活 多活日子 活到死為止 跟委員說明 我是個法律人 依法該執行的 我還是勇於執行 好 那我聽得懂你這句話 我建議你 依法執行 就依法執行吧 不要再讓 一些廢死人們有空間 怎麼樣利用 空隙再做一些事情 你要執行 你是有辦法的 我就話到死 再下來 台中市人 用命在發電 院長 我有個圖表顯示 你來看看 我們 那個癌症 十大死因 癌症十大死因 已經 肺癌是第一名 我們台中更嚴重 我們台中幾乎將近兩成 我常常在跑殯儀館 一問就是癌症死掉 有三十幾歲 四十幾歲 五十幾歲 不抽菸不喝酒 而且都是 這個 也不騎機車 這種人都會死掉 你就無法想像 PM2.5 是台中的殺手 那最近我們看到了 我們台中市政府 去調查了一些東西 也就是 大林 林口 通宵 有五六部 五六部燃煤機組 已經上線了 院長 這你知道吧 發電了 我們政府穩定供電 減少空汙 一直這樣在做 對 我們去調查過 這個五六部機組 發布的 這五六部機組的發電量 是不會影響到 台中火力發電廠拿掉一半的機組 台中市人不願意再拿命來換電 我們在確保國家用電安全的情況之下 有替代的能源的情況之下 已經有了 他們已經在開始營運了 你同不同意 知不支持我們台中市的 十個機組 停掉一半 廢除五台 你同意嗎 這個 是比較專業啦 說 我們只要能穩定供電 都盡量炒 減少燃煤 盡量用燃氣 那針對於台中人 你贊不贊成 今年 五台就是廢除 還是要我們台中市政府來強制拆除 還是要我們公民再來一次包圍電廠不讓你發電 我是覺得 台中市民非常痛恨 電池每一個人都要用的 對 因為夠了 夠電了 你夠電你不能再拿台中市人的人命繼續玩啊 真的 我們已經遭受這幾年的空污嚴重 我們已經聽到PM2.5 就是 知道 可怕 就是 癌症 大家就這麼擔心 命可能就沒了 無緣無故都很擔心 三更半都擔心 咳一下以為是不是肺癌上升了 很緊張 只要有人在咳嗽 你快去檢查 沒理會險喔 就是已經到這種人人自為的地步 你贊成我們台中市火力發電廠 拿掉五個機組嗎 我們現在 從政府執政以來 我們都一直在減少燃煤 增加燃煤 我知道 因為已經增加五個啦 已經增加五六個機組了 別的縣市的 不是 就是大林 林口那個已經 已經有了 所以我只問你贊不贊成 對於 只要能穩定工電 減少燃煤 由專業判斷 好 那廢除你同意嗎 停機你同意嗎 只要 電夠穩定 好 那你這樣講 我沒有辦法再想下去 你到底是支持或不支持 我也聽不懂 沒關係 我們再次問 到時候我們升高層次 來問我們的總統 讓他用選票來回覆 那我再請教你 我很欣賞你 有一次 2月24號到台中 對我們 針對我們74號的工程 74環中路 連接到我們1號高速公路 這個10公里的路線 需要花4年時間才能完工 院長你說了一句話 我都還記得 我把你記起來 我真怕記錯了 分段工區 多派工班 同時施工 你要交通部 去考慮可不可能 我都把它記起來 做了小抄 現在我要回頭問你 2月24到現在 有一小段時間了 半個多月了 請問院長這個支票可不可以兌現 我都當場交代 交通部長也在現場 但是你看交通部都沒有回答我們 這個真的 所以院長你可以落實嗎 你可以了解看看 我期待你去落實 我因為多年工作經驗 從基層出身 所以我知道 這種交通工程都是越快越好 四年 分段施工 分期不一定要等到這個做好 才做那個 好我同意你 再下來我們大坑有十條登山步道 上了國際版 所以我們現在計畫 希望我們台中的綠線捷運系統 再延長到大坑 才2.5公里 是不是 才四十幾億預算 可不可以納入我們前瞻計畫 院長你願意支持 我們台中市拼經濟拼觀光的這樣的捷運嗎 就一點點路 拼經濟拼觀光我都支持 但是你現在講幾號幾號道路我 不不不 捷運綠線 捷運綠線 延長2.5公里到大坑口 我們大坑是國際觀光登山步道 十條 已經上了國際版了 是不是支持我們 納入前三計畫 我對於哪一個交通建設 比較不是那麼專業 好沒關係 院長 也不能侵諾 所以讓主政機關 來了解 不知道今天不是交通質詢 都是支持 你只要支持就可以了 但是我跟你講 昨天交通部次長到黃玉琳到我們台中 說如果捷運系統要延伸路線要重啟新案 這是哪門子說法 院長你可不可以提供我一個這樣的法律啊 法律的案 他說我要延伸2.5公里 不管我打主線要延伸就必須重啟新案 你說 這有點太重了 真的 這是哪一門子法律案 你可不可以請交通部給我們 這個是依哪個條文 需要 就是捷運要延長 捷運要延長要重啟新案 我是聽不懂 我昨天在現場考察聽不懂 所以在這裡請教 黃玉琳 黃玉琳 交通部次長黃玉琳說的 好 你回去問他 請他給我們這個法律遺跡是什麼 真的 我實在聽不懂 一個捷運線要延長 需要重啟新案 這是哪門子行政效率 這是還有最後一個 剩下幾秒 希望你台中開辦自由經營貿易區 請你行政院不要卡支持我們 謝謝 我的時間到了 謝謝 謝謝 沈委員 謝謝行政院蘇院長